第一支个股推介是青岛啤酒168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组选 原因是部分反发近期跑赢大使 例如季节性表现较好的股份 今年内地啤酒需求回升 价格延续升势 春节期间行业淡季不淡 加上成本下降提升毛利率 已经公布首季业绩的啤酒股都好过预期 踏入第二第三季旺季预料都维持稳健增长 盈利确定性高 啤酒股是目前波动的市况具有吸引力 股份可以留意清啤 清啤日前公布季绩盈利增长近2.9% 去到14.5亿元人民币 收入增长大约1.6%去到107亿元人民币 主要是销量增长1.1%去到236万千升 平均售价增长4.8% 带到毛利率提升0.5%去到38.3% 中金预料下半年包装成本有下降的空间 清啤全年毛利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到39.4% 走势上 清啤和润啤都强过百威亚泰 清啤三月底逆市创52周新高 星期三收到83.75% 可以是80元水平吸纳 目标是参考大行平均价95元 如果跌穿74元就止